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一人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清行 酥脆菠萝面包与海风拂面 二午餐清步 希腊沙拉与养奶之事的地中海之旅 三晚餐星梦 法式海盐烤鸡与薰衣草香气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行 酥脆菠萝面包与海风拂面 各位亲爱的实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早晨的美妙 开始早餐清行 酥脆菠萝面包与海风拂面 这不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味蕾之旅 一个关于美食与文化的小小冒险 首先让我们从那酥脆的菠萝面包说起 这种面包又称作菠萝包 源自于香港 但它的名字却让人误以为 它是从热带岛屿上的菠萝田中诞生的 实际上 它的名字来自于它那特有的表面花纹 看起来就像菠萝的外皮 这种面包的外层酥脆 内里却是柔软的 就像是美食界的小熊维尼 外表坚强但内心柔软 而这酥脆的菠萝面包 如果能在海风的轻浮下享用 那简直是早晨的极致浪漫 想象一下 你坐在海边的露台上 面前是一栏刚出炉的菠萝面包 海风带住咸咸的气息 和面包的甜香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场味觉和嗅觉的双重奏 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感官的盛宴 这也是一次文化的体验 菠萝面包的诞生 反映了香港这个独特城市的 东西方文化交融 而海风的拂面 则让人想起了古代航海家们 在海上的冒险 他们也许在晨光中 享用住简单的面包 用海风清醒他们的头脑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航行 所以 当你下次咬下一口酥脆的菠萝面包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航海故事 以及那些在香港街头巷尾 江东西方烘焙艺术 融合在一起的烘焙师们 这不仅是一顿早餐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一个关于探险 文化和创新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清步 希腊沙拉与羊奶之士的地中海之旅 当然可以 准备好你的味蕾 我们即将踏上一场经典的地中海风味之旅 而且是以最轻松的午餐步调 首先 让我们从希腊沙拉开始 这不仅仅是一盘蔬菜的堆砌 而是一部丰富的历史文化大剧 想象一下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 在辩论诸哲学问题时 可能就是边享用住这样的沙拉 当然 它们的沙拉可能没有 现代版的番茄和青椒 因为这些蔬菜 是在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后才来到欧洲的 但是 橄榄油 醋 盐和各种香草 是它们的标配 这些元素 至今仍是希腊沙拉的灵魂 现代的希腊沙拉 或者说地中海盛宴的开场白 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画布 新鲜的番茄 黄瓜 红洋葱 黑橄榄 还有那块厚厚的羊奶芝士 我们亲爱的Feta 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Feta芝士 这个由羊奶和羊奶和山羊奶 混合制成的白色奇迹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 想想看 这块芝士 可能比你家里的任何家具都要古老 这块芝士 不仅仅是一块乳制品 它是一个文化象征 是希腊人民对于简单生活的赞格 它的咸味 乳香和独特的质地 与沙拉中的蔬菜和橄榄油完美融合 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味道和口感 而当你用叉子戳下去 将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时 你不仅仅是在品尝食物 你是在品尝历史 品尝文化 品尝地中海洋光下的悠闲和宁静 每一口都是对古希腊神话的致敬 对于那些在奥林匹斯山上 享受住永恒宴席的众神们的一种追忆 所以 下次当你坐下来 享用一盘希腊沙拉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是如何与古希腊的哲学家 诗人和神奇 共享这顿简单却丰富的午餐 而这一切 只需要轻轻地走到你的厨房 或者最近的地中海餐厅 这就是午餐清步的魅力 一步跨越千年 一口长遍地中海 Bone Appetit 或者更贴切地说 Cyta Calorexia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新梦 法式海盐烤鸡 与薰衣草香气 各位饕贴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道 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 晚餐新梦 法式海盐烤鸡与薰衣草香气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交响曲 是对法国乡村传统的一次浪漫之境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主角 鸡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鸡 而是一只被法式海盐用爆过的鸡 这种海盐不是随便一抓一大把的那种 而是来自法国布列坦尼的灰色海盐 这种海盐因为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味道比你那些普通的盐巴 要来得更加深邃和复杂 接着 我们要谈谈薰衣草 这不是你一柜里防虫的那种薰衣草 而是来自普罗旺斯阳光下的薰衣草 它的香气足以让人忘记烦恼 仿佛置身于一片紫色的花海之中 当这股香气与烤鸡的香味结合 就像是法国乡村的西洋与巴黎铁塔的浪漫邂逅 令人心醉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 你需要一只被按摩过的鸡 对 你没听错 就是按摩过的鸡 因为只有放松的鸡 才能在烤箱中翻滚出最佳的口感 然后 你要将海盐和薰衣草塞进鸡的肚子里 这样鸡在烤制的过程中 才能从内而外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当然 这道菜的精髓不仅仅在于味道 还在于它的呈现 当你将这织金黄色 散发住薰衣草香气的烤鸡端上桌时 你的晚餐宾客将不禁惊叹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件艺术品 最后 当你的刀刃切开那层酥脆的鸡皮 露出多汁的鸡肉时 那一刻 你会明白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这是一次味觉的旅行 一次灵魂的洗礼 一次对法国乡村生活的向往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晚餐时 不妨试试这道晚餐新梦 法式海盐烤鸡与薰衣草香气 让你的餐桌变成一个法国梦境 让你的味蕾起舞 让你的心灵飞翔 Bon Appétit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早餐 午餐和晚餐的美妙味觉之旅 从酥脆的菠萝面包 到希腊沙拉 再到法式海盐烤鸡 每道菜都是一个故事 一段文化的体验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背后蕴含着历史 文化和创新的故事 它们带我们穿越时空 品味不同的地域和文化 从香港的街头 到地中海的风情 从古希腊的哲学 到法国乡村的浪漫 这些美食带我们 认识了更多的世界 美食就像是一道魔法 能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它们让我们的味蕾起舞 让我们的心灵飞翔 而我们作为实历史爱好者 也应该珍惜这些美食 尊重这些文化 并将它们传承下去 最后 我想问问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这些美食和文化故事 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否有任何想要分享的故事 或者提问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